在介绍这本书之前,我先给您讲一个,这里面最让我打卡的故事吧,手术前,被拍是让老人坚属之情同一书的,是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,这是实习医生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病人,他尽可能用非法的语言,把所有手术中会遇到的风险都告诉了老人,想用那些可怕的术后病发症下注老人,故事里的实习医生叫埃图格文德。 就是本书的作者,格文德说,每次回想这位老人的故事,对他内心冲击最大的,是当时所有人都刻意回避诚实地讨论老人的选择,没有一个人和老人交流过,应该如何面对不可能治愈的疾病,更没有一个人自考过。 在他生命的最后,什么才是最重要的,生病的老人和医生们都仿佛在追逐一种幻觉,一种医疗技术无所不能的幻觉。 如果说,小书展示的是19世纪晚期,一切都显得很粗糙的俄罗斯社会生活,那么相比起来,在处理那位老人的问题上,现代的医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 格文德说,考虑到现代医疗增加在病人身上的那些披折新技术万一的折磨,还真说不清到底谁更原始。 再说,格文德妻子的祖母,爱丽丝,这位老人家在84岁高龄的时候,患了假牙,摘除了白肋脏,自己不去,自己做家务,还和朋友一起去健身房。 但是,连好到令人诧异的健康情况,也不能掩饰他确实已经老去的事实。 全家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,还会走到别人的房子里,因或家人为什么都不在自己身边,他的脚上开始频繁地出现狱情。 医生检查后,发现他有骨质疏松,与精是因走路部门导致的摔伤或者撞伤,加上记忆摔退伍,失能、失智等情况,对爱丽丝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,他不得不结束独立生活的状态。 搬进当地一所口碑很好的老年公寓里,但很快,克文德就发现爱丽丝一点也不开心,爱丽丝不是个喜欢抱怨的人,她没有表达任何愤怒,只是在大多数时间保持着沉默。 当被问到,是什么让她不开心的时候,爱丽丝常说,养老公寓里没有家的感觉,虽然大家都觉得,这所老年公寓被爱丽丝安排的一切让人感觉特别安心。 比如,最新的设备,最高的安全,评价最好的护理。 但是,爱丽丝就是不开心,无论公寓的员工或家里人没她做什么,她都只是觉得越来越痛苦。 她每天走动时,被要求使用驻步车,要在护士的监管下,按时吃药,大多数时候,要穿病号服,安排洗澡就要洗澡,要吃饭就去吃饭。 爱丽丝感觉自己进到了一个永远不准离开的一国他乡,虽然这些边界警察还挺友好的,但她失去了对自己和生活的控制权,甚至也滋。 两年后的一天,爱丽丝对前去探访的儿子吉姆说,她准备好了,吉姆感到一阵难过。 她明白了爱丽丝的意思,他们一起填写了两两院的复苏要求,如果爱丽丝心跳或者呼吸停止,他们会让她走。 这之后,又过了几个月,爱丽丝在一个晚上,静静地,永远地睡了。 这两位美国老人的故事,反映了现在世界上,大部分老人满年的真实生活。 最近,就有两位沙东的老人,吐露了自己晚年无奈的生活。 他们养育了两个儿子,都毕业于国内一流的大学,现在在北京顶居。 老人们觉得,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孩子,已经功德圆满了。 想着,要给孩子们空间,不能成为孩子们的负担,就留在老家,成了空调老人。 刚退休那会儿,两位老人还计划着,先人游四方,得再老一些走不动了,就请个保姆。 结果,还不到十年的时间,请保姆的计划就被提前了。 身体衰老的速度,远远超过老人们的想象,和保姆相处的困难,也是老人们没有预料到的。 所以,两位老人只能依靠彼此,相互监督吃药,给对方量血压。 结果,还是出意外了。 最后,老人还是用违心的理性,把两个孩子赶走了。 他们商量后,决定住到养老圈里,入住那天,他们除了贴身的生活用品,就只带了孩子们的照片。 通过上面这三个故事,我们不难发现,凭学,人们喜欢追求长寿,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,长寿需要付出的代价。 可闻了说,养老圈里有三大瘟疫,分别是厌倦感、孤独感和无助感。 他们对人的伤害看一来正,减轻的现代医疗和良好的公共卫生,可以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。 但是,走在人生边上时,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? 作为医生,葛文德也常常问自己,医学工作者的任务到底是什么? 是保证健康和生存吗? 是利用一切技术,冲破人类生物学的约束吗? 是和各种人体的限制条件做斗争吗? 葛文德在陪伴父亲走完最后一段路的时候,突然醒悟到,医者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。 助人幸福,幸福,才是关乎一个人希望活着的理由。 我们的医生,几乎都在学习如何活着,以及怎样可以活得更好。 但是,面对衰老,疾病和死亡,在临终关怀的概念被提出来以前,我们完全一无所知,希望葛文德的精力和文字能够帮助你,了解在死亡真正到来前需要做的准备。 我们都要好好的活到最后一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